经济观察网记者丽华亲自今年4月在2017年年报中 透露将进行集成电路产线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后 外界一直猜想格力电器将涉足芯片行线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也在公开场合 表达过格力电器投资芯片行业的取心 近日,格力电器进军芯片行业的说法有了实际行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式系统显示 2018年8月14日,珠海林边界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成立 注册资本达10亿元,经营到来为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电子元器件 电子产品的设计与销售,通信技术,物理网技术,嵌入式软件,计算机软件,移动设备软件 开发与销售,技术服务以及技术咨询,以及上述产品的批发与进出口业务 珠海林边界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000651SV的全私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式系统 同时显示珠海林边界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动物名管理层人员 董明珠任董事长,李绍斌任董事兼经理,谭建明任董事,梁博任经理,廖建雄任监事 这五人均是格力电器的亲兵团,谭建明是格力电器总工程师兼副总裁 李绍斌是格力电器副总工程师 天眼查显示,谭建明还在珠海格力节能环保质冷气数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担任法人,高管 在格力电器和份有限公司担任高管,李绍斌在珠海阿维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法人,高管 经济观察网记者从格力电器内部人士,楚霍西,梁博和廖建雄是公司的中层干部 梁博是技术人员,而廖建雄是财务部人员 先眼查显示,廖建雄也在格力电器时加装有限公司担任高管 格力电器终于是要见新董明珠要做芯片的想法 4月,格力电器发布2017年财报,营书净率稳双增长,却罕见得不分红 当时格力电器给出的解释是,根据2018年经营计划和远期产业规划 公司预计未来的产门扩充极多元化,拓展方面资本性支出较大 为谋求公司长期发展及股东长期利益 公司需做好相应的资金储备 公司流程资金将用于生产基地建设,智慧工厂升级以及智能设备 智能加电,继承电路等新产业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 当时中兴通讯事件甚销成长,也把国人对于中国企业过于依赖国外芯片的担忧 格力电器年报里对于集成电路的投入计划 瞬间引起外界对于格力电器要做芯片的猜测 5月央视报到董明珠称,哪怕花500亿元 格力电器也要把芯片研究成功 6月召开的格力电器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董明珠曾称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芯片要怎么做,以什么方式做 但有一条,做芯片坚定不移,必须做 7月,董明珠在第四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上称 做芯片前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看有没有信,心和决心 尽管董明珠高调的宣布要带领格力电器进军芯片行业 但将格力电器董事长的位置交给董明珠的朱姜红 却在这件事上公开表达我没有信心 按照目前格力的状况,除非后面还会采取什么措施 不然按照现在的状况,做芯片 最起码对我而言,我是没有太大的信心的 朱姜红在广州的一个活动中说道 据朱姜红的看法,国内做芯片的企业并不少 但能做高级芯片的企业寥寥无几 而空调主线是高级芯片 The End也则证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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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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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